台湾牛肉麵的市场竞争真的很激烈 出头并不简单 所以这碗牛肉麵靠的是独特汤头 一均凸起 明明是清炖的口味 但不走清汤挂面路线 汤头血白浓郁 像是日本拉面一样 老板的手艺来自于山东老家的秘方 这一锅汤要熬72小时才能上桌 从残淡经营到现在天天爆满 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业者邀约合作 他说鼓量几年就要到对岸去展店 台湾牛肉麵界这绝对是 最难熬的汤头 牛大骨熬的就很像日本拉面那样 感觉熬很久 不像有些外面牛肉麵的水水 明明是清炖口味 别人家清汤挂面 但这汤头却像牛奶一样 血白浓郁 热腾腾喝上一口 香气在舌尖来回环绕 想吃到这碗面 逃可还得把握时间 特别喜欢他们的清炖的牛肉麵 可是今天因为我们有点晚来 所以都卖完了 可是下次一定会再来辣 从美国回来的女大学生 每年回台湾 这里是他们必访的美食小镇 小蜜店得到台版米其林 凭借四颗心 还被美国网站选为亚洲最佳餐厅之一 明星汤头可是靠时间换来的美好机会 它头尾要切掉 切掉它的骨髓才会出来 骨髓出来汤才会够浓郁 合作很久的老板才会跟你合作 而且还要跟他买其他东西 他才会帮你 老板你到市场叫他帮你切 基本上比较困难 面殿老板刘曾文堪称牛肉面界的上汤铁人 熬汤好功夫传承自山东老家的祖传米方 为什么要冷水 因为我们的食物食材 比如说骨头一进去 你如果突然遇到高温的话 它细胞壁会缩起来 细胞壁缩起来的话 它养分比较不容易散出来 牛骨入锅得先用冷水 循序渐渐渐加温 让骨髓香气慢慢释放 光是这锅汤就要熬煮一天一夜 因为牛骨它很难煮 很难煮它的味道才煮得出来 它煮到第三天 它每天的温度不一样 还有你的火力的大小的控制都不太一样 等到汤汁和牛油分离 为了不让高汤油里油气 刘曾文得时时守着锅炉捞去油汁 汤头熬到第三天才熬出乳白色泽 这时得再加入大量蔬菜增添甘甜滋味 煮完以后就会变白色的 中间里面那条骨髓 你有没有看到已经煮到没有了 花72小时一天就只能熬出这么一锅 从开店到现在 刘曾文还是常常因为煤汤可卖 被客人骂到臭头 没有东西就不要开店 就直接就骂了 我说对不起 不好意思实在是煮不出来 要不然就来 每次都没吃到是怎样 从企划转行卖面 它算是料理门外汉 创意初期为了学习掌控火候 每天熬夜顾汤 但这种不断火的熬汤方式 每个月至少要花八万元瓦斯费 小小店面差点惨淡收摊 成本太高 我刚开业一两年都快倒了 薪水发不出来 瓦斯费发不出来 电费发不出来 房租发不出来 你想得到发不出来 肉钱付不出来 那怎么办 就撑下去啊 撑到就是客人就越来越多 为了在餐饮市场中生存 刘正文知道不能光靠高汤打天下 入口即化的牛肉 也是他留住客人的至胜关键 发现肉的话 一头牛只有24两 牛的后小腿两边的下半段 这个已经好了 像这个好了 要看它已经嫩嫩了 像这个还没 这个还没 这个好了 煮牛腱肉起过时间 分秒必争 冰这一天后才能下刀切片 最后要把牛肉泡进高汤里 才能让肉片水嫩水嫩 它在吸饱汤汁以后 像这个状况就是对的 它里面的牛花会浮起来 浮起来以后 它吃起来就是很软嫩很软嫩 入口即化的感觉 在厨房里的他 就像严格的军训教官 脸上找不到一丝笑容 龟毛程度 让一起工作的弟弟 随时战战兢兢 为什么会变形 你知不知道 为什么会变形 像这样就不及格了 它已经变形了 变形就是 它的牛肉它没有 没有煮够熟 所以它的筋还是硬硬的 硬吗 可以 不太硬了嘛 对 很严格 所以不会熬到什么程度 就一直要求 一直要求 小细节上下功夫 成就出一碗梦幻牛肉面 熬汤炖肉从头到尾只加了 玫瑰盐当调味料 素雅汤头的香气 全靠天然食材提味 清淡面点配上刘曾文 山东奶奶的炒卤味 是店里熟客的经典搭配 然后卤蛋把蛋黄炒到 那个卤味里面 它整个吃起来的香气 跟层次是不一样的 整个还蛮入味的 然后口感也是很绵密很扎实 台北市上千家牛肉面店 靠着独特口味 原本默默无名的小店 从一开始生意惨淡 到登上国外美食网站 义军突起天天放满 现在全球各地 都有人想上门加谋 开店之后 有三十个这样位 有新加坡的 马来西亚 印尼也有 然后再来就是大陆是最多的 大陆一直到现在来问 甚至送那个简介过来 说叫他 叫我们在那边设点 刘正文未来计划把面店 开到大陆各省 他相信只要用心经营 做善市场竞争再激烈 创意之路 终究会像这汤头一样 苦熬出回甘滋味